大家好,我們要做的是海帶肉粽 一般我們常看見的兩種肉粽 這一種是傳統肉粽,這一種是胡粽粽 我們要做的是這種海帶肉粽 我們的動機是 一般吃肉粽,討厭又麻煩 第一個,它不好拆開粽葉 第二個,它又油膩 第三個,又會增加垃圾量 一般肉粽有三到四片的粽葉 肉粽的材料成分主要是糯米和肉 基本上都不含什麼纖維 對於腸胃不好的人是一種負擔 不容易吸收 所以我們用海帶取代粽葉 利用海帶增加肉粽纖維 補充肉粽的不足 傳國唯一只有金門油洋海帶 我們想要利用這個特點當賣點 海帶的葉面框可以取代粽葉 市面上沒有海帶肉粽 我們想要利用這個來當金門的特產 我們把海帶滾燙個五六分鐘 我們滾燙的用意是 要讓它去腥、去黏液、軟化 然後我們滾燙之後馬上立趕 我們要取出海帶的規格 長四十公分寬十六公分 這是海帶絲長一百公分寬一公分 我們用這個海帶 尤其海帶絲的時候 因為這個葉面凹凸不平 所以我們可以 可以用這個長四來輔助 好修飾這個邊條 這個邊條修飾下來 可以拿來做海帶湯 然後也可以拿來讓其他的配料 主要的內餡有 生的圓形糯米一百公克 以及醃製三十分鐘 生豬肉九十五公克 接下來為你試試怎麼包肉粽 把所有的糯米搭下去 再把豬肉鋪上去 兩邊覆蓋上去 再把它捲起來 再把剛剛用的 剪的長條形 海帶 把它捲起來 為什麼要用長條形呢 因為它比較好拌 也比較好入口 有多餘的再把它剪掉 再把它全身蒸熟 三個小時後 時間到了 再把肉粽 拿起來切 再把肉粽都在盤子上 海帶肉粽的優點有 一 健康養生 增加它的纖維含量 二 低碳 特有 減少 減少 軟化的 減少 軟化 三 天然 少加工 原料來自金門的天然海域 容易取得 四 符合現在人的使用習慣 免沾手 攜帶方便 五 市場均 無販售 六 容易保存可冷凍冷藏 冷藏 七 減少垃圾量 包包完畢 謝謝大家 好吃